好像我會反光的東西耶 那是什麼 打光一下 有那個會反光的東西 對,已經黏住了 先蓋起來 所以你們那次那個地點是 是哪個網友提供給你們的 當地人 喔當地人 他是當地人 所以他才在IG的訊息裡面說 他們當地的鄉親都不敢靠近 各位親愛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阿貴 哈囉大家好我是Dian 那確實我們那天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前面是有住人的喔 都是年長的人 那我們車子是停在比較外面走進去 他那個是很小的巷子走進去 那就臨散的幾戶有住人 然後 要去到那個廢棄的建築 是要走進去一個岔路 然後全部都是田地 然後就是雜草重生這樣子 然後才會找到那一個 荒廢的建築 那當天我們去的時候 在影片裡面 我們有拍攝到的是 他後來那個地方 改建成就是 有在養一些家畜 喔 但是他 一樓 有床鋪 就代表之前是有住人 然後二樓 也有房間 然後又有一些 零散的照片 那至於二樓 他們到底有沒有上去 或者是 你們發現的這個東西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優賴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那時候就是 小賢上去到二樓 他就不舒服 那牆壁上我也是無意間看到 他上面就寫 招合 網友是說 他底下有一個 比較突兀的那個板磚 就是說 以前好像有買一些遺體 然後他們就是說 沒有人去處理 但是當天我們找不到 可以下去底下那個地方的路 買板磚有時候不是 不是買遺體啊 這種舊式的房子 他們有一種所謂的地契 我們陽間的地契 就是寫一張紙 像一張圈狀這樣 土地圈狀 那我剛說的地契 他就是陰間的土地圈狀 他是寫在一塊磚頭上面 交代地界的這些神奇說 這個地方 這塊地現在是歸屬於 我們這間地基組的一個 權狀 有時候並不是說 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就要去害怕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 不了解 所以才會害怕 因為那個網友他也不敢進去建築 所以可能連他也不知道 樓上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自己走進去 才發現說 牆上有掛一些 撕破的女性遺物 地板也是 然後這一罐 就放在牆角 那時候我們就 臉色還沒有打開吧 沒有開啊 這個感覺好像也不好開 因為 開的符就一定要濕了 這個符 我沒有去動他 我也是第一次在廢墟看到這種鬼東西的 以外觀來判斷的話 不見得這種東西 他就是養小鬼用 可能是有些人做的其他的法科 例如說藏魂 有些人的運氣比較差的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他們要經歷一些劫難 比如說 生病 然後要開刀等等的 有這些劫難 然後他們就會做這樣的一個儀式 把自己的魂魄先藏起來 然後 不要讓這些所謂的煞神 所謂的陰間的使者 然後知道他的所在 然後介於躲過這個厄運 這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從他外面貼的這個符咒 我這樣子看的話 是不太像藏魂翁 這個就 從符咒上面來看的話 就不單純 這個 你應該沒有想說 好奇把它打開應該沒有吧 沒有 沒動 符咒就是很完整 對啊 這個 這個 你忽然這樣子 把它搬來我工作室 其實 我還蠻有點 蠻意外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 你把它帶回家 不要拿進你家 然後 你看要不要找一個地方 先把它放著 然後 改天 我本來的計畫是說 改天你要來處理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拿去外面 處理 就是這種東西 它其實 晦氣還是煞氣都很重 因為我們在野外 看到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然後去動它 我會這次 叫你們把它拿回來 也是因為我好奇 你說要在外面 看到這種東西 其實很少見 而且我帶回家 我也沒拿進去我家 丟在我家地下室 我把它包起來 因為我怕鄰居 要開車 看到這一罐會嚇到 對 所以我就把它 塑膠袋包一包 看不出是什麼 但是不只會嚇到 還會上新聞 對啊 太扯了 這個 好 我們等一下會把它打開 看一下內容 那 綜合這些 基礎 基礎的觀念來看的話 這個東西是確實有可能 是人家養的 養小鬼其實有很多種 模式 那 這樣子的size 我這樣子推斷的話 它有可能是去 挖人家那個 鷹尿 就是那種 有硬工萬硬工那種 嗯 然後新的 然後它進去裡面 拿一塊起來 或者是 每一個都給它拿一塊起來 把它裝在裡面 當然他們有沒有講過 就是正常的方式 就是要先講過 要問過 然後 三個想背為準 你同意了 它才可以這樣做 然後它全部拿起來以後 然後它就把它收集到一罐裡面 嗯 有些是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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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帶回家 然後就當作自己的筆碼 使用 而且蠻重的 不知道裝什麼 那天拿起來 喔 有重量 我搖一下看看 你看它有沙子 它 現場那時候 整個都是灰塵 蜘蛛網什麼的 做蠟燒 你剛解它做蠟燒 你有先擦過就對了 我用那個 濕紙巾 先 稍微擦一下 我才放到車上 不然 汽車上搞的全部都 就做蠟燒 這個東西帶回來 你要叫我在我工作室 這樣子開快 其實我也不要 雖然說我工作室 奇奇怪怪的東西 已經很多了 但是 我會搬 我會搬來新的工作室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之前有被人家 反應過我的房間 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那現在是已經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是 在我 之前的那個 新的工作室那邊 製作一些東西 我現在工作室是香的 我現在 我現在已經改做香水了 你早一天帶去山上吧 早一天帶去山上吧 對啊 你知道我的管理嗎 先把床墊 帶去山上處理 改天我們以為要開山上的時候 順便再處理一下 對啊 對啊 比較不會有人去的地方 野外 那不然萬一被人家拿去打開 又出事 通常這個在處理都是 要嘛就是把它有埋的 把它埋起來 不然就是直接把它打散 我是比較建議把它打散 因為我所謂的打散 你不是說把它裡面養的東西給消毀掉 你不是說把它敲破嗎 打散就是讓它出來 然後就有點像放生的概念這樣子 直接把它放掉就好 讓它們回去歸癮 他們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成歸成,土歸土 反而是他們在那個地方 比較適合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放水好 就是直接 往海裡面丟 就只有這幾種方法 讓它飄了 希望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它不要來 又要叫我防它幹活 有時候事情就像蝴蝶消音一樣 你知道嗎 會引發一點串的 我比較喜歡說麻煩 其實正確的講法就是 有緣分 正常來說就是 你跟它有緣分 然後它可能又有什麼事情 要幫忙之類的 不過通常這種被棄制的東西 順便跟觀眾講一下 就是通常 只要在 不知名的人家 或者是有人的住處 還是你們自己喜歡 跑去探險 然後看到這種東西 第一種不要動的就是 神主板 第二個不要動的 就是像這樣平平灌灌的東西 這個是真的不要動的 那這次我會叫 李安把它帶回來 也是因為 基本的 防護的這些 手法會教你 然後再來就是 我是出於好奇 想看看這個東西 我本來是想說 就是來一個大破解 就是讓它看一下 這手法多低劣 結果沒想到它裡面的東西 真材實料 頭殼麻煩 那就先這樣子 到時候 要處理掉的時候 再拍一部影片給大家看 對啊 好那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 掰掰 明天